当今时代,生活节奏加快,学习和工作的压力也大,学生们常常因为超负荷的学习而熬夜,上班族们也常常因为工作量大而牢劫,时常熬夜对肝的损害很大,肝脏不仅帮助人体解毒,还可以产生凝确物质,防止人体出血。 肝脏一旦出现问题,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。肝脏不好的人,肝的代谢功能就较差,如果时间异常,肝脏就很有可能发生病变。 所以,日常生活中,我们应该多吃一些对肝好的食物,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到防患于温然。 藏在身边的天然护肝毛,每天吃一点,养肝护肝,肝病远离你,金银花泡水。 大家都知道,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,可以促进身体耐毒素的排出。 经常喝金银花花泡水,不仅能够帮助清除身体内的毒素,还能预防身体内毒素堆积,减轻肝脏的负担。 保护肝脏,有关研究表明,猪血中有一种微量元素骨,可以有效地防止恶性肿瘤的生长。 而且猪血中分离出的创伤激素物质,能够用于受伤的组织逐渐恢复,尤其是对于肝病患者,有利于肝脏组织的恢复。 蒲公英蒲公英中含有蒲公英醇,蒲公英素,胆碱,有基酸,菊糖等多种健康营养成分,有清热解毒,消肿散结,逆湿通灵等功效,常用于肝火张炎,引起的目视肿痛。 同时还具有力胆,饱感,抗内毒素及裂尿作用,银耳银耳有尊重之惯的美称,常常食用可以能提高肝脏解毒能力,保护肝脏功效,属于是种含善食纤维的食品,滋阴润肺,生肌木壳,清润异味,补气和血,更是一种良好的补品。 枸杞枸杞,用于养肝历史已有上千年,是养肝肠剑的处方用药,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,枸杞中的枸杞多糖,甜菜剑,有机者等物质可促进肝细胞新生,抑制脂肪在肝细胞堆积,幸互受损了肝细胞的作用。 苹果苹果肤含丰富的纤维素和矿物质,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等营养成分,具有养心义气,弱肠止血,弱肺除乏,健脾异味,真筋之和等作用。 多吃苹果对排除肝脏的毒素是非常有帮助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